HELLO 各位朋友各位車友大家晚安 今天晚上忙得比較晚 因為過年前大概都是這樣的盛況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 當然是FOCUS MK3 因為在社團裡面分享 那這一台呢是2.0S版的 車主的話呢做了一些初步升級 其實就只有輪胎 改了2.5 這個比原廠的規格大了一些 2.5 4 5 8 然後這是MK的旅圈嗎 好像是 那避震器的話呢 目前都還是原廠的 唯一有改裝的零件呢 應該算是旅圈 還有輪胎 這條輪胎口碑不錯 是景弧的PS91 我自己好想換這條胎 這條是PS91 因為車主有 常常要跑三道 所以今天選擇的版本呢 是大概初步的升級 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FOCUS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車友 安裝的是KT的產品 我們台中也有FOCUS的實稱 可以讓大家試乘看看 安裝KT道路版的避震器 是什麼樣的行車路感 如果車友們有興趣的話呢 避震器很歡迎來試乘看看 那這一台的安裝的版本 是KT的道路版 後面的話還沒有裝好 後面的話 只有把原廠的邊緣塞下來而已 所以後面還沒裝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這一台是道路版本的 所以前面2.0的話呢 我們前面彈簧的公斤數 是配置了180.8公斤 那一些油管固定架的位置 還有離載蒜的位置的話呢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一樣 所以這些都不用再改了 直接裝原廠的規格就好了 這個是油管固定架 然後這個是ABS感應線的吊架 還有離載蒜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 那這台車的 因為輪胎的規格比原廠的 直徑稍微大了一點點 是225 4 5 18的規格 所以 預計等一下降下來的車高 大概是兩指到兩指半左右 那Focus的 前面上座的調整 因為這是正差的 所以它的上座調整方式的話呢 爬上去一下 等我一下 它的上座調整方式呢 是在這裡 從這裡呢 引擎是打開 隔板拆開之後呢 就可以看得到上座 從這裡可以調整軟硬 可以針對車主自己的需求 來調整軟硬 因為KT的版本的話 是高低 軟硬 全部都能調整 這裡的話呢 是調整軟硬的地方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 這樣有點暗 逆時針 像這樣的話就是變軟 所以主尼呢 軟硬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KT的話 它有附上座 前面跟後面 我們都有附上座 所以像這台車的 右前的電池已經漏油了 那上座的話 也有可能 理想數使用上比較高 也有可能已經壞掉了 那沒有關係 因為KT的上 前面跟後面的上座呢 全部都有附 所以不用擔心 原廠上座是不是損壞的問題 而且KT所附的上座呢 下方有一顆軸扇 這個軸扇可是大有來頭 這個軸扇是日本第一品牌 KOYO的軸扇 它的穩定度的話 相當相當的不錯 所以這個是KT用料的部分 那至於 筒心裡面的用料的話 裡面的主尼油 我們所選用的主尼油 是義大利IP的主尼油 義大利IP的主尼油呢 它是一整桶 從義大利進口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 在做混裝的 所以它油品的穩定度的話 相當的高 抗衰退性的話 也很穩定 也能夠很持久 不會做斷層式的衰退 所以裡面填充的主尼油 是義大利IP的主尼油 油封的話呢 當然是日本的第一品牌 是日本NOK的油封 至於車高的調整呢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來改變車高的低階產品 所以是靠它整體長度的長短 來改變車高 我們把這個銀色的托管 逆時整選開之後呢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這個鬆開之後呢 這個藍色的腳管往上延伸 它的長度變短 車高就是變低 所以這裡的局部呢 都不動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統身可調 第一個 它能調整車高的範圍呢 比較大 最低的話 這一台前面 有辦法大概到半指幅左右 後面的話 可以到輪胎跟葉子板切齊 所以最高的話呢 也能大概到 跟原廠高度差不多 所以它能調整高跟低的範圍 很寬廣 第二個好處就是 它調高跟調低呢 它的彈簧都不壓縮的 所以它的乘坐感覺的話呢 就都一樣 所以這個是統身可調 最大的優勢 那離載串的話呢 也不用換短的離載串 因為我們的鎖點 跟原廠的位置一樣 所以離載串的話 沿用原廠 那沿用原廠 其實車友很多都會詢問 需不需要換強化的離載串 其實不用 因為當這個上下的距離 跟原廠一樣的時候呢 它在旋轉方向盤的左視點 跟右視點呢 它變化的 這個離載串的球頭 變化的角度比較小 所以它的壽命當然就比較長 所以KT的版本的話呢 就不需再換強化離載串 或者是換短的離載串 這是前面的部分 需要加速腳 好這個問題問得很棒 很多車友都會詢問到這個問題 其實呢 加裝速腳調整器呢 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呢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為什麼要加裝 當我們車高降低下來之後呢 它的後面懸吊系統 是 多連桿的懸吊 算是多連桿的懸吊 所以當它懸吊降下來之後呢 它的Camper角度會變爬 但是原廠呢 Camper角度又不能變啊 因為它原廠的仰角是沒有做偏心螺絲 它只能靠這裡 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這裡有一顆偏心螺絲 只能靠這裡偏心螺絲 來調整頭鷹的角度 也就是所謂的速腳 所以當 可是偏心螺絲能調整的範圍也很少 所以當車友改了速腳調整器之後 速腳調整器之後 速腳調整器是在前面這裡的下方 就是這一支直壁 當這一支改成可調之後呢 哇 它能調整的範圍就更大囉 所以為什麼要改速腳調整器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如果有降低車身 它原廠的偏心螺絲不服使用的時候 調整的區間範圍不夠大 那就可以加裝KT的速腳調整器 但是呢 最完美的方式呢 還是連仰角調整器 這一支就是原廠仰角 它不能調整Camber的角度 那如果你改了仰角調整器加速腳調整器 不論你降到多低 或者是升到多高 它都有辦法做到不吃胎的程度 所以如果預算許可的狀況之下呢 或者是說你用車的頻率很高 一年也開個四萬五萬之類的 那就會建議呢 仰角加速腳一起加裝 因為會讓輪胎的摩耗壽命呢 能夠增長 能夠摩耗得更漂亮 這是KT後面的筒身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六公斤 這個是裝在上方的調整機構 KT連這個橡皮 連上面的橡皮都有附 即便原廠的橡皮已經爛掉 也沒有關係 不用煩惱 KT連這個橡皮都有附 所以原廠的東西零件壞掉了 不用擔心 換KT所有東西都有附 後面上座呢 也都有附 這裡有後面的上座 不客氣不客氣 有問題的車友啊 因為Focus的車友真的很多很多 那也很多車友都是捧場KT的邊區 所以有問題啊 對底盤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盡量詢問我們 後面的話 這個是調整車高 是從這裡來調整車高 那後面很多的車友啊 會遇到說 一樣裝KT 為什麼我去試乘的車比較好做 但是我自己的車為什麼裝起來不怎麼樣 那就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在後懸吊 因為後懸吊這樣的機構呢 千萬千萬安裝的時候啊 不要預載彈簧 一旦彈簧預載過多的話呢 一定就不好做 那要預載到什麼程度 把他的長度 他的高度調整好之後呢 這個桶聲呢 就是在取決他的預載 桶聲說的太短的話 彈簧就預載過多 那就一定不好做 所以 預載到彈簧 剛剛好碰到就好了 千千萬萬不要預載過多 後面的話呢 就是這台車 特別特別安裝的技巧跟美感 好不好做 全部都是在取決後面的預載 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有沒有提供日後維修保養 換油風之類的 好 這個也是很棒的問題 KT呢 就是一間製造的工廠 所以不論你任何一顆螺絲的損壞 任何一個防塵套也好 這個其實都是 車友有玩車之力的 大概都知道 防塵套也好 饅頭也好 這個都是很平常的一個消耗品 那這些消耗品呢 在KT全部都是可以單買的 剛剛有提到過了 KT所使用的油風呢 是日本油風 阻尼友是義大利IP的阻尼友 即便用到這麼棒的阻尼友了 他時間久了 阻尼友一樣會劣化 那劣化之後呢 就需要跟便護箱有一樣 他需要做保養的 我們KT也都有提供這樣的售後服務 目前新品的話 是有保固一年的售後服務 維修之後呢 也還有保固半年的售後服務 所以這個是工廠才有的優勢 那工廠本身 需要什麼樣的設定 這一台 這一台的COCOS也有 車友很多都是要跑三路的 也很多選擇是我們KT的競技版本 競技版本的話呢 他的調整機構跟台灣機構 就不一樣了 所以不同的版本 都有不同的設定 我們也都有 要跑拉力的 也都會不成問題 後阻尼方便調整嗎 後面的阻尼呢 像這個是我們前幾天 禮拜六KT Racing的粉絲團 裡面有直播的是 三代的四門款 四門款的話 只要稍微把內飾盤呢 把它掀開就OK了 然後這一台是五門的版本 五門的版本呢 我們有附了一個延長的調整桿 從內裝裡面就能做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是特別加長的調整桿 這個桿身特別長 所以從後行李箱打開呢 就能用這個加長的調整桿 調整桿很方便 目前有優惠活動嗎 目前我們台中的KT工廠這邊 並沒有辦優惠 可是如果你搜尋一下 飛魚底盤祭炎 它好像到1月31號 有一些小優惠 譬如說連樹脚一起加購的話 價格是多少 或者是說 可以加購我們的那個 鋁合金7075的羅帽 鋁合金7075的羅帽 是這個 這個是正7075的鍛造材質 你可以搜尋一下那個 飛魚底盤祭炎 目前飛魚底盤祭炎 還有辦特價活動 但是KT工廠的話並沒有 OK 那以上是今天跟車友們直播 Focus三代安裝KT避震器的分享 很歡迎大家到我們KT粉絲團 按讚 我們大概有安裝避震器的話 有空的話都會開直播 有形形色色不同的車種 那Focus三代的話 有的話呢 也會還是會持續開直播 或者是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任何產品上的問題 或者是要試乘呢 不用客氣 再請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